滋阳市乐志县地处川中丘陵腹地 陀江和福江两大水系流进的这片土地 却曾因过度砍伐而植被稀少 水土流失 是出了名的石头城 全县森林覆盖率 从1975年的1.37% 增长到现在的43.1% 平上了全国生态建设先进县 据便来自乐志人几十年如一日 鱼工移山般的执着 博士工作站 原始工作站 原始专家工作站 都要建在这里 都要建在这个地方 附近追悉 年过八旬的老县长汪龙英 仍难忘记1981年夏天 那两场连续的特大洪灾 给全县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 通定私通怎么办 1982年 国家启动实施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给乐志的奋发带来了重要契机 因为人们耐于生存的是土地 所以说流失的不是土啊 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要种树最要紧的是得有土 可乐志3500座光头山 大多是泥制碎屑岩 坚硬贫瘠 一般的树连种的种不下去 解决了第一道难题 王龙英又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 摸索着按照垂直地带分译规律 来部署林业结构 兼顾固杀 滞留 防洪 护岸 和发展农业经济 按照这样的构想 乐志拉开了全民植树的热潮 1989年 乐志县入选国家长江防护林 一期工程试点 后来又陆续实施了天保工程 推更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 如今 石头衫都穿上了绿衣上 绿树演绎的三万亩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区里 科研人员正通过生物细胞组培技术 开发林下产业 现在回国才认证了 西之路讲的路水青山 就是青山一山 确实这个路上去到了城市 现在九地山 鬼家一二几栋 大约有两万多只 我觉得我奋斗了 我高兴 我捡垃圾是为了让我们的天更烂 甚至的雪山更洁白 我希望天静 长江是越变越好 所以越变越多 所以越变越轻点 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是希望长江以后 能够实现 像省心耐率 一山前景这么一个目标 经过各个方面一块努力 你相信这个目标 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